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VPLUS Hairy的Vicky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发 欢迎Vicky 你好 嗨 你好 好的 那因为像Vicky其实已经从事了美发产业 已经20几年的时间了 对 那在过程是什么样的经历 然后才会让你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类别呢 就是从我高职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很不爱读书 所以我想说还是要学一技之长 然后那时候美容跟美发 我当然我喜欢美容 但是因为我觉得美发的就是 消费的状态会比较多 就是不管是很有钱的或是很没钱 都需要剪头发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择美发 那应该是说本身在创业过程当中 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在创业之前 其实一定会有个助理时期 对对对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 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我们以前早期的助理时期也是蛮可怜的 因为以前都没有照老基法 那我觉得也不能怪以前啊 是应该是说以前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 那现在已经有慢慢在改善了 所以以前我们那时候当助理可能一个月都几千块而已 对对对对然后 那时候比较辛苦的是我觉得就是 我那时候还是夜宵 然后我白天就是去法郎工作 然后晚上去就是上课这样子 因为就是为了 本来想说要休学 可是爸爸就觉得说 唉你高职都已经毕业了 你就至少有个高职的学历 然后我晚上 还是去夜宵这样 然后白天去法郎 然后也会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说 因为以前对 Maybe 社医師都是要避恭避敬的 就是不然你就會被冰凍起來 就是可能社医師就不會 不會請你幫忙他什麼 那如果你一直 一直處在旁邊那你也沒事做 而且重點是學不到東西 所以呢有印象深刻就是比較難過的是就是我那時候因為一個月才4000多塊的薪水 然後又要吃飯錢 所以根本就沒有錢有自裝費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社医師就是他是做比較高端的客人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有一次有一個客人就會跟他講 想說我想要燙玉米鬚 然後那個社医師就直接因為我就是站在後面準備看要 社医師需要幫忙什麼 然後那個社医師就說你 你要跟那個後面妹妹一樣嗎 滿街都是很普通耶 然後其實我就蠻受傷的因為我就覺得說我當時也沒有什麼錢買名牌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錢可以去 就是裝扮自己這樣 所以其實應該說在學的過程以前早期在學過程 你必須對社医師必功必盡 除外你還要就是 很放軟的 你的 你的那個 狀態 對姿態 對就是你都要什麼你都要很小心 然後也很怕就是讓社医師不高興這樣子 對 那是什麼樣的因緣金會讓你決定自己出來創業呢 應該是說我們從早期 助理還有社医師 以前早期啦都是比較抽成比較低的 那我就會覺得 明明就很拼 然後為什麼會 就是零的錢很少 然後我屬於我以前是屬於那種 如果公司有什麼競賽我都會想要比賽的部分 那我記得之前在北部有一個連鎖店的時候 就是 我們 我竟然為了500塊獎金然後我 就拼死拼活 那那個月我就是 開發了客人的護法項目就開發大概好像10幾還20萬 結果公司才給我500塊獎金 然後我就覺得我快哭了 那但是我覺得 我爸就說你幹嘛為了這個獎金然後 拼一拼的要死要活的 我就說 沒有有意思是說是個榮譽感 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證明我做得到 那後來我就覺得說 如果 之後我有能力可以 就是 創 創業的話 我會希望我的夥伴 是可以拿到很好的福利 就是 他們只要肯認真我都會 可以給他們福利 因為我 我自己走過 我自己知道說那個辛苦 真的 就人還是要苦過才知道說 哇原來現在是多麼的幸福 對對對 是那因為其實 Vicky在這個產業其實也20幾年的時間了嘛 那其實在過程當中 例如像其實 美髮產業本身其實他的 探似沒有學問 但其實他其實 還蠻特殊 因為你必須要依照客戶的臉型 對 妝容來去幫他 就是 應該說去設計他的髮型的樣態嘛 那在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比較 比較令印象深刻的客戶呢 應該是說現在 有些客人都會為了另外一半而活 就是可能 他我好想剪斷喔 他可能就會跟我講 Vicky我好想剪斷喔 但是因為我 我老公有那個長髮控 不准我剪斷 但是我又覺得說 我常常髮我很難顧小孩 然後又要忙家事 那我就會鼓勵他說 不然 就是還是可以 看你願不願意慢慢的嘗試 那 我覺得我的客人都 就是算蠻 可以 接受我的建議啦 他們就是真的有越簡越短的跡象 但是老公也慢慢的可以接受 因為我就跟他說其實有時候頭髮是自己的 那 再加上說現在其實女性 女性的部分已經慢慢有抬頭的意思了 就是沒有說什麼一定都要靠男生 所以他們就是慢慢的也可以接受 自己的樣子 就是會覺得說我們 我當然用一個髮型要適合自己的 然後要好整理的為主 所以現在客人就是 如果他覺得很熱或幹嘛 我就會說不然你就剪短吧 然後他們都會 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有些時候其實 女生就是這樣子啊 如果長髮如果又沒整理 其實反而會感覺很老胎 因為 長髮你看會有拉長的效果 那你臉型就會感覺好像 皮膚的那個感覺就是 那我們剪短就會往旁邊 擴展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有蓬鬆的感覺 那相同的就會 你的臉的感覺緊緻度也會提升 就不會覺得好像很重的感覺 對 那其實今天這麼久的時間 Vicky你覺得你們最主要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核心價值就是最基本的嘛 就是還是要看客人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 不會一直盲目的說 今年流行什麼 你就一定要給客人什麼 對因為我覺得還是要以客人 平常的 時間 因為有些人就是真的沒時間 那沒時間的髮型 你又把他用的太複雜 那其實也是不太好的 對 因為說真的以現在目前來說 每一個人他的習慣 生活上 以及他的臉型 等等都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站在客戶的立場 照相 找出最適合他的樣子 對 對 那因為其實Vicky他們的團隊蠻特殊 本身就是都很喜歡小動物 對對對 那其實你們有跟這個小動物去做一個結合 你們到底是怎麼去做的呢 就是因為我們 一開始就是因為我們同事 還有我自己都有養小動物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有動物在那個 客人周圍 這樣徘徊也蠻可愛的 而且客人都覺得蠻可愛 但是因為 我覺得啦有些客人 當然還是比較不喜歡動物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我們店內 有分貓區 對就是有把貓 隔開來 就是 喜歡小動物的人再進去看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剛好陽台的部分有 水池 所以有規劃一個水豚區這樣子 就是 可以讓客人覺得說 我今天不用到農場 不用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我就可以去看看 很呆萌的那個水豚群 好特別喔 就是你們的那個美髮還跟這個水豚群 去做一個 結合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就是 很多人都問我說我為什麼想養那個 我就說因為 可能我壓力太大 我覺得我好累好忙 然後每次看到水豚群就覺得他呆呆的 然後好像就是 與事無爭 我就覺得 我就是想要 從 就是想要 以他的精神為主 就是與事無爭的感覺 是 那其實有一些客戶他也很喜歡小動物 對 來美髮的同事 其實也是做一個療癒的概念 對對對 那你現在目前來說 有沒有說 像是客戶給你支持的案例 那也是你繼續做下去的一個動力 可能客人有的時候都會跟我講說 你不要太累 你哪天如果真的生病了 或是你真的沒辦法做沒法 那我頭髮怎麼辦 我聽到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有些時候 我是 就是我前一陣子有住院過 然後就是因為 復刻疾病的關係 然後 所以我的客人其實都蠻關心我的 都會說 你不要太累 不然我又再移戶頭髮怎麼辦 然後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好感動 因為我就覺得說 好像我們之間已經不是金錢 可以形容了 對 是 彼此都是互相的關心 對對對 就最近還好嗎 對對對 那因為其實 Viki他們的模式是屬於比較說 CP值比較高 對 那當然其實有一些不了解你們理念的人 就會覺得說 你們產品這一些會不會用的比較不好 這部分你有什麼想分享的 應該是說我一直以來我們店一直來都是用日本的品牌 就比較大的品牌 那為什麼因為我覺得日本的 藥水藥劑都比較適合我們東方人 然後再加上說我喜歡日本藥水的那個 摸起來用完摸起來的那個髮質質感 是很自然柔軟的 所以 應該是說我都會跟客人講說我們什麼樣的髮型 不管你們有沒有燙 其實你的髮質好 你整體看起來都是加分的 所以我是非常在意髮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 我們店的品牌一定就是用比較大品牌 就是一定是有 就是有認真過的 對對對 那你其實也希望說 客戶他們那麼信任 你當然要提供給客戶最好的 對對對 是 那應該說以下目前來說 其實也經營了這麼久的時間 那Viki你對於像公司整體 未來的短中長期 規劃大概是怎麼去計劃的呢 短中長期的話 如果是以 設計師的部分 我是 就是現在是有給他們 就是 寄獎金的部分 就是他們只要達到一定的 標準 那其實那個那個業績是很低 那個是連新生設計師都可以達到的 那我就直接跟他們講說 根本就是送你們紅利 但是因為我就覺得說沒關係 先讓他們覺得說 有努力公司都看到 你只要有工作 公司都有看得到 然後 之後如果假如說他們賺能到錢 然後也都很穩定之後 我是 也很鼓勵他們可以 自己額外再出去開分店 對對對 有點像是內部創業的概念 對對對 可是為什麼Vicky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 應該是說我以前 以前如果二十幾歲 我會 我會很怕 我的伙伴出去創業 我會很 我會很神氣 很嫉妒 我覺得這很正常 但是因為可能現在 已經慢慢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會覺得說 其實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夢想 那他會離開這間店 不代表他覺得你的團隊不好 他可能有自己想要的夢想 追求自己夢想的概念 對對對 是我覺得其實人在經濟過程當中 真的會成長很多 那思維也會比較站在人家立場 對 那如果當間是一個年輕人好了 他可能對於像美業這個領域 也是非常的有興趣 那或許他在未來 不排除自己出來創業 那Vicky會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們呢 我覺得現在 因為現在是自媒體的時代 所以你一定要敢表現自己 但是我覺得現在除了表現自己之外 你也要先去認識自己 就是 我覺得在螢幕上 前面的你跟私底下的你要是一致的 不要說落差太大 對然後 還有我覺得現在其實很幸運的是 不管是行銷的啊或者是技術類 你很多課程都可以上 就是不一定要非國外 那其實很多都是國內的講師 他也是先去國外上課然後再回來 就是教課 那我覺得 資訊真的太多了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資訊這部分創業的人完全不用擔心 那其實只要把自己的特色找出來就好了 對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 真的我覺得要不要臉一點 就是 你不要怕說好像被拒絕 就是被客戶拒絕或是被 可能創業過程不管你現在是去租房子 或是裝潢的過程你可能會被 有些人拒絕啊或是 可能把眼色我覺得就是 我們不要去管那些 就是真的要比較不要臉一點厚臉皮一點 對 因為其實你在創業過程當中 你很難 讓所有的人都信無名 對對對 那當然你就是堅持自己的理念 並且是帶有溫度的 對對對 那我比較好奇說 因為其實 畢竟現在是一個自媒體的產業 那Vicky你覺得說 做美業一定要做自媒體嗎 我覺得 其實我本來也很 很抗拒這個東西 因為 因為我有的時候都會說 我有時候心裡會 那麼覺得說我明明就做美髮 我為什麼還要搞 搞拍照 搞影片啊 搞那個腳本那些的 那我曾經有一段時期 我也是有點迷思 就是數字這個概念 就是那個觀看 這個數字 我有點迷思 就是 我就是會去想說 幫我來錄一下搞笑的 或是其他的 那我錄久了有流量 但是我覺得 他也不會因為這個而來找我啊 因為 客人不一定會因為這個來找他 他只是會看到說 欸你最近好有趣喔什麼什麼的 那 我現在我覺得我現在又回到了 原本我覺得說我們還是以技術行業為主 所以 自媒體雖然重要 但是我覺得 呃我們就是 傳遞給客人就是說 一些專業的東西 雖然流量可能沒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 就是 是給 是專門給那些想要來找你用頭髮的 客人先參考 有 對 所以我應該說我覺得不用被那個流量 綁架了 對對對 因為不然你有些時候你可能 為了為了一個誇張的感覺 或是 想要吸引更多人來看你的影片 然後你就 可能要演很多戲 然後白樓的感覺 對對對 這樣也不太好 但是我曾經也有這樣迷思過 就有一陣子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也告訴我的夥伴說沒關係 我們不要去 不要去在意那個 人數幾個人看 今年即便只有100多人看 可是如果今天這100多個人有 10個來找你或一兩個 其實也是你賺到啊 對對對 因為說其實做這個其實比較像是附加的價值 對對對 那如果你有時候刻意去做某些事情 那你反而好像會 越走越偏的感覺 對對對 這樣也怪怪的 所以反而是你 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之後呢 就是慢慢的經營 其實哪怕在過程當中 或許數字並沒有當初所預期的這麼好 但是相信 一步一腳印在未來也可以找出 屬於自己的一片片 對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興邀請到Vicky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她在20年來的這個美業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就謝謝Vicky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謝謝Vick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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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